Hi , 大家好 又是 Patrick , 同大家講金和銀 最近黃金和白銀繼續下跌 美元走強 投資者對黃金和白銀失去信心 轉投美元的資產 不過有網友隱晦地指出 這是美聯署的詭計 令散戶增持美元的資產 拋售黃金和白銀 這樣美聯署的操控令黃金和白銀 一浪低於一浪 但大家不要中計 對 , 今集我會精簡地分析黃金版後市走向 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 2023年10點一期的金銀周報 星期四美國經濟消息對美元好壞參半 不離一面 9月份 ADP就業人數增加8萬9千個 少於預期的15萬個 是兩年半以來最少的增幅 相反 , 9月 ISM 服務指數下跌 0.9至53.6 強於預期的53.5 此外 , 8月工廠訂單 環比增長 1.2% 強於預期的環比增長 0.3% 美聯署的加息週期已經持續一年半 但星期五公佈美國就業市場仍出乎意料強勁 9月非農就業職位增長 33萬6千個 較市場預期的17萬個 高出接近1倍 是今年1月以來最大增幅 至於失業率為3.8% 高於預期的3.7% 由於就業市場出乎意料強勁 令美元指數 DXY 在高位復回 報106以上 星期五股市走強 減少對貴金屬避險的需求 道指升了288點, 報33,407點 標指升了50點, 報4,308點 納指升了211點, 報13,431點 黃金微升至1832美元 白銀升至21.500美元 目前是否股市黃金板進入牛市起步點呢? 在2023年8月 中國, 印度, 巴西, 俄羅斯, 南非 上述5個國家一起組成的所謂金磚集團 金磚國家同意接納6個新國家入其集團 包括有阿根廷, 埃及, 伊索比亞, 伊朗, 沙地阿拉伯, 亞油聯 外媒報道 伊拉克, 央行投資及匯款總幹事 Marsen 表示 該國將由2024年1月1日起 禁止美元現金, 提款及交易 志在杜絕伊拉克每年從紐約聯邦儲備銀行 進口100億美元現金中 大約有50%非法使用 報導指, 新規是伊拉克當局更廣泛推動經濟去美元法一部份行動 在2003年, 美軍進入伊拉克後 當局戰火不斷 人們更看重美元, 而不是當地貨幣 過去幾個月, 這一刻很多當地銀行已經限制美元現金提款 加劇美元短缺, 推動匯價, 持續走高 美國聯邦政府在限期前被停擺危機之際 美國股市卻未能擺出泥沼 似乎難在短期扭轉跌勢 最終中小型企業羅素2000指數, 已經在7月高位回調一成 進入技術性調整區間 考慮對中小型股往往是跌市時最先出市的風向指標 意味著, 美股可能仍會迎來一輪調整期 當經濟暴入萎縮 中小型企業往往因缺乏足夠盈利空間緩衝 流動資金較少等因素最快倒下 尤其是高息環境 因此中小型股大跌 可能是經濟筆景氣開始 傳導至金融市場的先兆 亦可能是投資者預視到經濟將陷困境 故提前沽貨作準備 大家都知道最近金價暴跌 金融體系流動性似乎正在快速流失 聽說美元指數即將創紀錄 自7月18號開始持續上漲 連續12個星期上漲 如果你深入研究 你會發現更多壓力來源 6個月前 聯儲局創建一項新工具來彌補銀行 在固定收益投資組合中所遭受損失 而隨著利率上升 這些損失持續擴大 而這些銀行尚未感受到 商業房地產 暴險帶來的極度痛苦 最近2個星期 大型區域銀行 ETF 股價下跌7%以上 跌破40美元 崩潰觀察另一個因素 現在如果債券價格下跌會發生什麼事 這些基金逐一步退出 是否會演變成踩跌行為呢 標準普2指數已經較7月底 高點下跌8%以上 從技術上來說 這個不算是崩潰 只是一個調整 這個會不會是可能將發生事情的預兆呢 標準普2500指數4,28點附近 似乎存在非常重大技術支撐 在目前條件下 如果大幅跌破該水平 可能需要發出崩潰的警告 如果隨著聯儲局 失去控制商業房地產崩潰 高收益債券崩盤 以及銀行暴跌 我們進入全面崩潰警告會怎樣呢 這樣標準普2指數 可能會下跌多少 如果我們一直追溯 2009年3月的開始 當時聯儲局透過量化寬鬆 和太大而不能倒的救助方式 令標準普2500指數目標 移至3000至3200範圍內的某一個位置 比現在下降近30% 這絕對是一個股災 最近就流行請喝咖啡 當然我不會反對大家請我喝咖啡 如果你看到這裏 你還未訂閱的話 請你訂閱 因為你訂閱是有做片的很大動力 請按鈴鐺 吸我點讚 歡迎大家留言 每一個留言我都會仔細睇 請看廣告 並將這集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最後就同大家睇吓 美國十年國債知息率 飆升至4.84% 創16年新高 這對股市意味著什麼呢 ? 麥格里策略師 在星期四客戶報告中表示 如果認為美國經濟衰退即將來到的話 通脹將繼續緩解 這樣你都應該相信 十年國債知息率將從週期的工方跌至週期的低谷 他們圖表顯示 星期五十年期國債知息率接近4.88% 聯儲局短期政策利率為5.25%至5.5% 這兩個利率是接近2007年下季以來最高的水準 Advisor Access Management 首席投資策略師 在接受 MarketWatch 電話會議時表示 當聯邦基金利率 和十年期國債知息率接近的時間 經濟衰退往往很快就會出現 我們還記得 在2007年下季尾 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幾乎與美聯儲政策利率持平 當時經濟似乎對次貸和替代貸款問題擔憂具有彈性 軟著力的說法 隨後很多分析師中流行起來 就好像現在一樣 股市在2007年秋季飆升 但我們知道 到12月之後發生全球經濟衰退 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從大約5%暴跌至約2% 過去一年半聯儲局一直在加息 而拉低通脹 此外周期中大多數屋主 並沒有以不可持續的水平 進行抵押貸款重申定 而鎖定歷史最低的30年期固定利率的抵押貸款 意思是很多家庭受到利率上升衝擊 商業融資困難 企業不斷破產和倒閉 銀行危機一觸即發 這都是引致股災的導火線 如果股災真是發生 黃金和白銀將進入大油市 黃金會升至4000美元 白銀也會升至100美元 不過最後都是我的句 變幻才是永恆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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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妳未訂閱 請妳訂閱和按下小鈴鐺 那妳就會收到我的新片通知 請給我點讚 歡迎妳們留言 妳們每一個留言 我都很仔細睇 如果妳喜歡Karma頻道 請妳分享這集給妳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